這個跟我的封面圖有沒有像 這是台北市 這是週末啊 這是週末啊 各位 這是捷運啊 西門町啊 週末的台北市西門町啊 還有啊 信義區啊 這怎麼樣 跨年是不是 你膽子大一點 不怕死 不守交通規則 都可以在馬路上走啦 一年之後一次 就跨年那天 你可以在信義區 馬路上走來走去 現在也可以啊 沒車啊 沒人啊 台北101啊 以前的這個 這個你看 威秀影城在這裡嘛 這應該是什麼 新一般A級啦 都有這個空中走廊有沒有 沒人啊 沒有人啊 你洗完上面還可以翻跟斗啊 士林夜市 你不曉得攤商開來要幹嘛 乾脆不要開了 士林夜市 各位 看到這些畫面 你會覺得說 欸 台灣人好乖喔 我告訴你 我一點都不覺得欣慰 我看到這些畫面 對我來說叫做觸目驚心啊 叫做觸目驚心啊 一年前 不要講一年前 一個半禮拜前 十天前 好啦 一個禮拜前 你會想到台灣會變這樣嗎 而且這是台北市啊 你有想過台灣 台北市會變成這個樣子嗎 我不懂 怎麼還可以有一些網軍 拿這些畫面出來告訴大家說 你看 我們支持陳時中 我們自主封城 自動封城 你真是不要臉啊 你把台灣人害成這個樣子 然後再拿出來做宣傳說 你看台灣人都很支持陳時中 你真是有夠不要臉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國外的一張 你等一下請Eric 來 香港 嘿嘿 連香港都不如啊 來自台灣的非香港居民不得入境啊 我看看 來 美國 台北關係史上最好 旅遊警示第一集升到第三集 第一跳山啊 其他我就不講了 自己看 奇怪 美國官員不是很愛來台灣 怎樣 最近不來了是嗎 不敢來啦 美國爸爸 你不是最愛派官員來台灣嗎 等一下 民進黨內兇 你看 史上層級最高 嘿 再派官員來啊 來啊 這個時候我們是更需要你溫暖的啊 民進黨更需要你的溫暖啊 美國爸爸 爸 我回來了 爸 你趕快來 快 派官員來台灣 快 來 哪個不怕死的 趕快來 來 快來 來啊 你有疫苗怕什麼對不對 來來來 趕快來 美國官員去哪裡了 沒有啊 我以前很愛來 嘿 現在疫情一起來 喔喔喔 我看我延期一下 晚一點去台灣好了 趕快來 順便把疫苗帶來 好 來 美聯社 台灣原本將疫情大致阻擋在國門之外 過去一週 幾乎兩倍 嘿 不止 不止算一下 兩倍數學不好 好 來 路透社 台灣是有採購疫苗 但獲得的量非常少 很好 謝謝 彭博社 全球最佳防疫模範之一的台灣 恐因目前感染增加 而失去這張地位 對 已經失去了 衛報 台灣的疫苗接種率很低 這是現在世界對台灣的評價 以前人家沒有跟你要東西 台灣可以幫你 你不要我都給你 現在趕快去求援 剛剛我們這個 江醫師也說啦 台灣本土不夠 本國不夠 去跟國外借啊 跟美國借啊 飛機都飛過來啊 醫療 這個 我也不知道怎麼飛 不管啊 載一載東西飛到台灣啊 醫療物資飛到台灣來 去借啊 台灣可以幫忙 欸 受人點滴之人 當勇權以報啊 各國 趕快回報台灣啊 報導台灣啊 快點啊 在哪裡啊 還有不在哪裡啊 來 我覺得這個 國外媒體的報導 是公正的 那他點出了 台灣現在面臨的問題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整個城市清空了 我們看到大家 台灣很 人民很 奉公守法 很有功德心的 都戴上口罩了 這並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現在面臨的 新冠型 這個病毒的問題 核心的議題 還是疫苗的接種嘛 那 剛才江醫師還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 分配醫療資源的時候 過去一年 陳時中 他的整個指揮作戰 是完全沒有超前部署嘛 這就是為什麼 紐約時報之前 報導說 台灣防疫成功 很大的成分 是運氣好啊 那你不能一直運氣好啊 我們現在接下來 我們可以預測什麼 陳時中 因為變成防疫的破口 所以佑正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剛才看到那些照片 不管是101啊 這個西門啊 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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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也是 以後可能是店家全部關門 你告訴我哪一個店家 是用現金流的這一些 就是retail store 就是這個去買東西的這種 可以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沒收入不做生意 沒有收入不做生意 他房住還要付啊 那以後可能是 那邊沒人是因為 那邊沒有商店去 我們現在三級 四級 大家留在家裡就沒事了嗎 今天一開始不是有人說 號稱這新冠型病毒 它是有各種方式可以傳染的嗎 或者說這個病毒 它已經進入到了台灣了 那我們在沒有接種疫苗的情況下 大家都是可能會得到這個疫苗的可能 所以大家都一定留在家裡 盡量留在家裡嘛 結果今天我們留在家裡的結果是 我們現在都是月亮惹的禍 因為我們太陽能 太陽下山了 然後月亮它自己不夠發光 害我們今天缺電 所以我們應該去責備月亮嘛 你怎麼責備民進黨政府幹什麼呢 對不對 因為沒有疫苗就戴口罩 沒有電大家就可以散風散嘛 對不對 這個佑正 你剛才一直講說台灣只示範一次 不會啊 台灣會繼續示範下去 不停地示範就對了 所以不斷地示範告訴大家說這個是沒有上限的 最後呢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呢 我們必須要譴責的是 過去這一些政治立場的不斷地造神啊 陳時中如果今天他做得好 他今天過去如果防疫指揮指揮得好 或今天他跟美國談好了有接種的疫苗 可以來台灣 這不是應該的嗎 他不是做他該做的事情嗎 為什麼他明明做得不好 我們今天明明是沒有疫苗 整個資源不足的情況下 還要不斷地造神 你一夜之間白頭 是怎麼樣 你無子序 你沒懶 還是說你白頭也什麼都沒想出來 那你白頭幹嘛 這種造神的運動跟活動 在現在的這個疫情時間 其實真的是不必要了 我覺得民進黨在這政府在這事情上 他不斷地用政治的方式 政治的語言 你現在如果講說台灣防疫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是不愛台灣 你就是中國同路人 他們繼續用這樣的方式下去 但拿不出來解決的方案 我們現在對於疫情接下來非常的憂心 來 講得好 政治 來我們看下一張 我跟各位說 差不多啦 我不是專業 我絕對不會去發表評論說 要瘋還是不要瘋 我不知道 要四級還是不要四級 我不知道 又不是專業 但我要告訴你 其實雙北現在的做法 基本上已經是準四級了 來 侯友宜說 以今天新北的狀況 已經算是累封城了 該封就封 不會等待 侯友宜的說法已經是這樣了 來 柯文哲 民眾要進行自動自發的封城 除了民生必需品之外 其他都建議先暫停營業 好啦 今天大家就問了 第一個 要不要升四級 第二個 會不會瘋城 有些人很緊張 有些人很擔心 我知道有人覺得很必要 但你問我 我不能給意見 因為我不是專家 這個是有非常非常嚴謹的標準 必須要參考的 不是我爽就瘋 我不爽就不瘋 可是你來聽聽 陳時中的回答 你就會知道 Eric剛剛講的完全沒錯 這個人 滿腦子都是政治 來他回答什麼 指揮要顧慮哪個點呢 來我跟各位說 如果在封城 可能封台北啊 我今天封了台北 我怎麼選台北市長啊 民眾會不滿 政府會不爽我啊 我告訴你一個防疫指揮官 你就是專業為主 其他通通閉嘴 結果這個防疫指揮官 他不封城或是不願意提升四級的原因 是擔心人民不開心 跟政府造成對立 擔心人民來罵政府 所以他覺得不應該封城 真該死 有這種指揮官 你還敢跟我說他不是破口 你可以告訴我說 因為防疫上面的考量 或是在警戒上面的標準 目前台灣還沒有達到 你用這麼政治的語言跟我講說 怕人民不開心 怕人民來罵政府 所以你不敢封城 你不願封城 你是防疫指揮官 你所有的考量只有防疫兩個字 要怎樣圍堵疫情 要怎樣消滅病菌 要怎樣保護人民 你該做就要做 結果你的考慮居然是 擔心人民不開心 去罵政府 你還敢說你不是破口 從網絡不私 臨後 有請做